你不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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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抢期的时间快到 其实我心情是又兴奋 但是又紧张 兴奋的是 他要来临 我终于可以跟他见面 但是很多人都说 他出事以后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 所以现在可以睡 你就尽情地去睡觉 这样的态度 整个真正的起伏 我怎么感受得到? 我的情绪 当然他敢感受到 因为我的 那个情绪的起伏真的很大 可能有时候会突然之间 黑脸 或者发脾气 或者哭 不哭 但是我哭真的是没有原因的 就突然想哭就哭了 然后就给他吓到了 因为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然后我跟他解释 真的没有原因啊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哭就哭了 但是他又没有躲避我 就是在旁边一直陪着我 对 告诉你 会不会陪着我 会不会陪着我 当然啊 当然要陪我去厂房 对 其实我觉得陪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我预想气的那天 刚好他要拍摄 对 但是他跟导演一早就说了 如果他 我真的那天去盛场的话 他可以请假吗 然后导演说可以配合他 所以是挺开心的 哈哈哈